李嘉壽 义型肝炎对健康危害有多大? 会不会传染? 危害很大 传染性很强 一旦感染这种病毒 这种病毒在体内长期存在 如果不积极治疗 那么有急性的可以转成慢性的肝炎 有慢性肝炎可以转成肝硬化 有肝硬化可以转成肝癌 最后死亡 那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我归纳了三个字 三个字就是三四五 三就是三早 就是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这是三 四就是四药 四药就是 一要注意饮食卫生 第二要严格消毒 第三要打疫苗 第四要注意休息 五是五剂 五剂就是五个字 一个是酒 要剂酒 肝炎不能喝酒 第二要剂肉 瘦肉可以吃 不能吃肥肉 第三是腥 就是腥辣 第四是气 气就是生气 肝炎不要生气 第五是防止 最后一会儿 小金郎好介绍 两味三支汤 就是大祖恩塵 杨树枝 柳树枝 淮树枝 各午前五碗水 煮一碗电竹饮五天 就可以治疗和预防干炎了